溜溜达大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溜达君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十个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扩张的人口与有限的生存空间产生了巨大矛盾 人越多就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交通拥堵不堪,真实版少小离家老大回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十个国家 首先来看一下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摩纳哥 摩纳哥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国家,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 却生活着近三万九千人,它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一万九千五百个居民 而我国的人口密度为一百三十九个人 摩纳哥人口密度足足是我国的一百四十倍 新加坡,谷从面积约716平方公里 相当于北京市的百分之四点四,却生活着近五百四十万人口 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七千五百四十人 但因为制度有方,人口密度比北京大的新加坡却很少堵车 孟加拉国,国土面积15万公里的国家居住着近1.6亿人口 是世界上五千万以上的人口大国之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它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1100人 没有生育政策节制,孟加拉国就一直处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状态 韩国也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 它国土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2017韩国人口数量为5118万人 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511人 韩国人口分布很不均匀 但是首尔、仁川这些首都圈城市人口就已超过2500万 黎巴嫩 亚洲西部的一个小国 面积10452平方公里 生活着约450万人口 人口密度高达430人每平方公里 很多人对欧洲的普遍印象就是出生率低,人少 但荷兰却是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 它国土面积41528平方公里 全国总人口数在1680万左右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了400人左右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人口国 国内火车开挂的景象令人瞠目 但没想到 它的人口密度竟然没有排到世界第一 它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5人 也是中国差不多三倍了 菲律宾是一个群岛国家 它国土面积29万平方公里 人口就已超过1.03亿 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43人 日本 它预想以地下人稠岛国自居 3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住着1.26亿人口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40人 想不到身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的中国人 人口密度并没有排在第一位 肯定是因为地价太大了 现在中国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39人